穿越古今 梦回百年 1851年 世博会从英国伦敦走来 全新的文明交流形式 无数的发明创造 空前的人类大规模汇聚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划过天际 走进人们的生活 改变世界的发展轨迹 风云百年 中国一直走在开放共赢的路上 从1851年 荣记胡思在首届世博会 展露头角 到1982年起 东方古国凤凰涅槃 以新产品新技术 摆脱鸡贫鸡弱的国家形象 再到2010年改革开放后 腾飞的中国 中国更是首次拿下世博主办权 让世界见证大国实力 走向世界的梦 中国从未止步 一百七十年风云变迁 一拜世博会 中国馆以一带一路为统领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沟通思想 创造未来主题 何而不同 坚收并蓄 阅身为百万亿经济总量的东方大国 与全球风云同舟 发展同贫 共建充满机遇 流动性和可持续性的人类家园 世界共融 互联互通 赶照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蒙娜丽莎 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和事业 从未改变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打破国际垄断 开启陶瓷大阪的国产化进程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向世界发声 积极参加广交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会 服务全球市场 在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超过四百个专卖店和营销网点 在世界大合唱的新开放时代下 从广东到全国 从中国到全球 蒙娜丽莎一步一个台阶 登上世界的舞台 2010年 蒙娜丽莎被指定为 上海世博会特许商品供应商 以低碳品质 诠释可持续发展理念 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共筑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2020年 蒙娜丽莎成为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指定瓷砖供应商 以优异的品牌实力 和绿色低碳的产品 参与到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的建设中 展现中国品牌的底蕴 空间 以人为本 艺术 回归自然 碳中和 碳达峰时代 蒙娜丽莎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坚持绿色 创新 艺术的发展理念 推动循环经济 清洁生产 低碳环保 与迪拜世博会一道 推进可持续主题 崇尚自然 绿色发展 尊重 赖以生存的世界 与之和平共处 创造 可持续的 未来 蒙娜丽莎的意义 不仅是一幅名画 或者是一个微笑 更代表了世界的一种共同意义 时代在变 初心不改 科技 创新 合作 是蒙娜丽莎 无便的追求 蒙娜丽莎 会坚持 和歧视发展 创建 自然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企业 将以 杰出的技术 与绿色的产品 迎接 迪拜四博会的到来 与全世界建立一道 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蒙娜丽莎 与时代共计 与世界同行 每个家 都值得拥有 蒙娜丽莎